美国部分私立大学因为入学人数锐减出现财政赤字 甚至被迫关门 而连同大学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少 也形成美国高等教育一大危机 CNN报道称 位于宾州费城郊区的天主教卡布里尼大学 从2016年至今招生人数锐减超60% 校方面临严重财务压力 2022年6月出任代理校长的海伦德里南坦诚当务之急就是开源 但可惜该校已在2023年6月宣布将于今年夏天关闭 据报道 自2020年以来纽约州至少有7所大学关闭 包括雪城郊区的卡泽诺维亚学院 而位于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的霍吉斯大学 尽管调整学费并出售校产已增加收益 但仍不得不于今下关闭 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 美国四年制大学入学人数在2010年达到近1810万人的高峰 随后逐年减少 全国学生结算所研究中心数据指出 2023年秋季大学部的学生整体入学率增加2.1% 但新生入学率却减少3.6% 在特斯拉电动车销售前景恶化之际 马斯克4月15日宣布将在全球裁员10%以上 规模可能超过1.4万人 知情人士透露一些部门的裁员比例接近20% 在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 他提到了一些岗位重复以及降低成本的必要性 一位知情人士称 特斯拉管理层被授权大幅削减成本 为了达标可以采取强有力措施 包括大幅裁员 有时候甚至可以超出马斯克所建议的门槛 特斯拉高级副总裁 Drew Baglino周一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 自己已经离开特斯拉 他是特斯拉最高层管理人员之一 负责电池、发动机和能源产品的工程和技术开发 此外 特斯拉负责公共政策和商业发展的副总裁 Ron Patel也已离职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4月15日宣布 他将于5月15日卸去已经担任20年的总理职务 并将把权力交棒给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路透社报道说 新加坡明年将举行大选 而李显龙显然希望在这之前完成交接班 现年51岁的黄寻才 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让他名声大震 作为新加坡政府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的共同负责人之一 他不仅将新加坡的防疫政策向民众解释得非常清楚 而且所采取的限制人员流动和出入境的政策 以及接触追踪的措施广受好评 他也被视为有效控制新加坡疫情 并减少染疫死亡人数的重要功臣 黄寻才则在脸书上贴出一段视频表示 我怀着谦卑与深切的责任感接受这一责任 我也保证为此竭尽全力 4月14日 在2024北京半城马拉松比赛中 全国马拉松记录保持者和解获得男子组冠军 成绩为1小时3分44秒 埃塞俄比亚选手比基拉 肯尼亚选手凯特尔 肯尼亚选手马纳盖三人 以1小时3分45秒的成绩紧落后和解1秒充现 转播镜头显示 比赛的最后几百米和解原本落后 三位外籍运动员中有人做出回头看 白手等动作 后来和解完成反超 最终以1秒优势夺冠 赛后有网友质疑称 和解已被保送从而引发争议 有跑友感叹 这跑的不是马拉松 是人情事故 赛事主办方北京市体育局相关人士透露 领导们已经在介入了 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方案和说法 北京半城马拉松组委会发布通报称 已成立专项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 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黄汁中南城马拉松组委 切换